新冠肺炎疫情近期严峻 为了避免疫情持续扩散 疫苗也跟着来到 并针对长者及第一线人员优先施打 而县府也针对长者前次接获通知单 却未一时间前往接种 但尚有医院接种者 宣布7月9日前可再向村里领长登记 县府将会列入下批次依序通知 县医院邮宏达也提醒长者 如果上次有接到通知单 但没有前往施打 但却有医院接种的 一定要在7月9日前来登记 以保障自身的权益 接种疫苗 可以对我们南投县的长辈有所照顾 针对第二批次的长辈有接到通知书 结果他没有来接种的长辈 这次南投县政府在分配到的疫苗 在7月9日之前提醒你们 如果你上一会有接到通知书 没有来做到 这次你也可以来做 请你在7月7日之前 和我们的船里领长 甚至卫生局都可以来做到这个定期 这次安排你又继续来做 而县议员邮宏达也指出 现在疫情严峻 为落实各项防疫政策 许多餐厅旅宿业者 经济受到非常大的影响 对此也希望中央能够重视 尽速采购更多的疫苗 以供全民施打增强保护力 疫情的来袭 改变了民众的生活 出门一定要戴口罩 实联制 实民制等 更不能群聚 县议员邮宏达也表示 疫苗才是能够解决 疫情扩散的办法 也希望中央能够提供更多的疫苗 以供全民施打 产生保护力 保护你我的健康 记者邱平俊 南投采访报道